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年好HSK二级标准课程,我是Rachel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四节课的内容。 好,首先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两遍标题。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 好,我们先来一个热身将词语和上面的图片一一对应一下。 好,第一个,生日。 OK, birthday, right, OK。 好, say, right, OK, say, 生日。 好,第二个,晚上。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习过早上, morning? 这个是晚上, evening。 OK, F,晚上。 好,第三个。 两个儿子。 It's neutral term.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选项。 两个儿子。 好,下面,第四个。 电话 电话 It's phone OK D选项 下一个 看书 看书 OK Read the book 好 选择A 好 最后一个 工作 工作 OK 好 非常棒 选择B 好 非常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面的图片 给这些名词 搭配合适的动词 Look at these pictures and add an appreciate verb before each noun 好 我们一起来做 首先 第一个 they are cooking right OK they are cooking so this doctor and this mom so help 帮助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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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it's doctor right ok 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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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下面 3 girls and maybe is new friend right ok 介绍朋友 we will learn we will learn this word we will learn this word today 介绍朋友 好 下面一个 take phone take phone 接电话 接电话 also we'll learn this word 接电话 ok take phone 接电话 好 下面 我们一起来 学习一下 今天的 生词 好 首先 跟我一起读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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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birthday 生日 好 第二个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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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好 生日快乐 好 happy birthday OK 下一个 给 给 记不记得 我们上节课 学习了一个 送 a set deliver 送 这个是 给 used after a verb to for 给我 给你 我 给你 好 非常好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 跟我一起读啊 好 here is a and b ok let's go on 跟我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送给你的 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送 ok 这是送给你的 好 我们继续来读 是什么 is a question 是什么 是一本书吗 是一本书吗 对 这本书是我写的 look at this picture is the book 对 这本书是我写的 i book written by me 好 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你了 好 这里有一句 这本书是我写的 是什么什么的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学习 是什么什么的 好 这里 the structure 是什么什么的 anphy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强调 失事 anphy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我们一起来看 在已经知道 事情发生的情况下 in that case when the occurrence of an action is known in that case 可以用 是什么什么的 强调 动作的 发出者 这里 是什么什么的 can be used to emphasize the agent of action 好 强调动作的 发出者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句吧 这本书是我买的 这本书是我买的 this book was vote by me 这本书是我买的 好 下一句 晚饭是妈妈做的 晚饭是妈妈做的 the dinner was cooked by mom 晚饭是妈妈做的 好 下一句 电话是谁打的 电话是谁打的 who calling the phone 电话是谁打的 是什么什么的 好 下面 in the negative form bu is added before she 在否定的形式 否定的形式中 这里 否定的形式 在是前面 上一个 不 not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句 我们就会了 这个汉字 不是大卫写 这个汉字 不是大卫写的 this characters was not written by David 这个汉字 不是大卫写的 好 这里 不是 好 下面 苹果 不是王方买的 苹果 不是王方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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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肯定句呢 就是苹果 是王方买的 苹果 是王方买的 那么在这里 加上一个不 不 好 最后一个 我们一起来读啊 苹果 电话 不是我接的 电话 不是我接的 好 非常棒 读得很好 发音很不错 好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他的一个 we conclude that 是 是 什么什么 的 主语 家 是 加 我来问你来答 好不好 这本书 这本书 是 谁买的 这本书 是 谁买的 这本书 是我买的 这本书 是我买的 对不对 好 我再来问 我继续来问 这个汉字 是 谁 写的 这个汉字 是 谁写的 you can answer 这个汉字 是 大卫写的 这个汉字 是 大卫写的 好 不错 好 我最后再问一个 今天的早饭 是 你做的吗 今天的早饭 是 你做的吗 did you cook this morning I forgot 今天的早饭 是 你做的吗 你可以说 今天的早饭 是我做的 今天的早饭 是我做的 breakfast ok 今天的早饭 是我做的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 单词 好 这里 跟我一起读 跟我一起读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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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take the phone 接电话 to receive to take to excite 接受 accept 我接受你的建议 I accept your advice 我接受你的建议 好 非常棒 好 下面 晚上 我们学习过早上 对不对 好 晚上 晚上 evening night 晚上 下一个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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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ask question 问题 question 问题 我问你 I ask you 我问你 好 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课文 好 跟老师一起读啊 早上 有你 一个电话 早上 有你 一个电话 that means someone caught you this morning 电话 是谁打的 电话 是谁打的 不知道 是儿子接的 是不知道 是儿子接的 好 晚上 我 问一下 儿子 好 晚上 我 问一下 儿子 好 很棒 好 我们 继续来看 单词啊 第一个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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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extremely 非常 你 非常 漂亮 you are so pretty 你 非常 漂亮 你 今天 非常 棒 you are so great to say 非常 you look familiar with 真 right 真 好 真 棒 right 下一个 开始 开始 begin to start 开始 我开始 学习 汉语 开始 我 开始 学习 汉语 好 最后一个 已经 已经 already 我已经 吃过 早饭了 我已经 吃过 早饭了 好 非常 棒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 跟我一起读啊 一定要跟我一起读 第一个 你喜欢 踢足球吗 we learned it right 踢足球 你喜欢 踢足球吗 非常 喜欢 非常 非常 喜欢 喜欢 你是 什么时候 开始 踢足球的 什么时候 开始 踢足球的 is asked question right 什么时候 when did you begin right 好 我 十一 岁 的时候 我 十一 岁 的时候 开始 踢足球 已经 踢了 十年了 我 十一 岁 的时候 开始 踢足球 已经 踢了 十年了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诶 什么什么 的时候 诶 十一 岁 的时候 诶 为什么 加了一个 时候呢 好 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好 这里 表示 时间 我十一岁的时候 when I was eliven 表示一下 时间 数量 加 的时候 好 这里 数量 加 的时候 表示 时间 in decade time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句 跟老师一起 读一下 今天早上 八点 的时候 今天早上 八点 的时候 我没在家 I was not at home at 8 o'clock today morning 今天早上 八点 的时候 我没在家 indicates 8 o'clock 八点 的时候 好 下面一个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十八岁的时候 when I was 18 我十八岁的时候 一个人来到北京 我十八岁的时候 一个人来到北京 I came to 北京 when I was 18 alone 我十八岁的时候 一个人来到北京 好 下面一句 我十一岁的时候 开始踢足球 好 I indicates time 好 下面 还有一个情况 another case here 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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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的时候 也表示时间 a verb 动词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例句 我睡觉的时候 睡觉 sleep a verb right ok here 睡觉 It's a verb 我睡觉的时候 我妈妈 在做饭 My mother was cooking while I was sleeping 好 下面 迈克 到学校的时候 arrived to school right ok arrived to school 到学校的时候 下雨了 迈克 到学校的时候 下雨了 and it rained when Mike go to school 好 下面 王老师 工作的时候 工作 work work 工作的时候 他丈夫 I will learn it 开车 去医院了 王老师 工作的时候 他丈夫 开车 去医院了 when Miss Wong was working her husband dropped to the hospital 我睡觉 sleep is a verb 到学校的时候 arrived to school 工作的时候 working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看到 有两种情况 to to situations 数量 加上时候 表示一个时间 8点 11岁 18岁 好 那么 动词 verb 加 的时候 也表示时间 睡觉 到学校 工作 好 非常棒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新的单词 我们继续来学习 第一个 长 长 long 那么它的反应词 short 短 好 我们后面会学到 长 第二个 两 is a number 两 2 我们会说 2 不是2吗 1 2 3 4的2吗 这里有 在 in Chinese 这里有 两种说法 一个是2 一个是2 但是我们是在 不同的情况下 in different situation 我们用这两个 单词 后面我们也会学习到 2和2 是 不同的 different ok 好 下面 我们继续来学习 帮 帮 帮忙 你 帮忙 帮忙 帮助 ok 好 help to assist 帮忙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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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错 下面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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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introduce to recommentate 介绍 朋友 introduce friend 介绍 工作 recomment work a job 介绍 工作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 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已经两年多了。 已经两年多了。 我是二零一一年来的。 已经两年多了。 我是二零一一年来的。 好,你认识谢先生吗? 你认识谢先生吗? Do you know Mr. Xie? 认识。 我们是大学同学。 He is my college classmate。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 已经。 已经。 时间复词。 The adverb of time. 已经。 好,已经表示动作完成。 。 That an a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或者是达到了某种程度。 好,这里。 动作完成。 动作完成达到某种程度。 Or having reached a certain degree。 好,是这两种情况。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来学习一下。 这样就简单很多。 这样就简单很多。 王老师已经回家了。 。 王老师已经回家了。 王老师。 Head gone home。 Head gone home。 好,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好,最后一个。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好,最后一个。 足球我已经踢了十年了。 足球我已经踢了十年了。 I'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for 10 years. 已经。 好,我们一起再来说两个。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到底学没学会啊? 学会了吗? 学会了,对不对? 好,我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好,非常棒。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什么课文。 好,我们已经学完了课文。 那我们一起来分角色, 朗读一下课文。 Roleplay the Deluxe。 然后呢,我们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吧。 然后呢,我们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吧。 好。 好,这里。 第一个。 。 这本书是谁写的? 这本书是谁写的? who write this book? 这本书是我写的? 这本书是我写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个问题。 哎,这里有一个是什么什么的。 记不记得啊? 我们刚才讲过。 是什么什么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 早上的电话是谁接的? 早上的电话是谁接的? 早上的电话是儿子。 儿子接的。 早上的电话是儿子接的。 好,第三个。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什么时候? 问时间,对不对? 好。 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学习的? 的时候。 她。 大家一起来说。 她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 好,非常棒。 好,下面。 她在那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她在那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哎,记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2011年,对不对? 好,那么是不是已经9年了? 哎,对,9年了。 她在那儿工作9年了。 好。 好,下面。 工作是谁帮她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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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帮我介绍的。 好,非常棒。 大家对于答案词和课文掌握的都不错。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回顾一下。 试试一下,试试一下刚才我们学学了。 好,第一个。 。 this picture, take a phone, right? 我在做饭呢,是马丁,怎么样? 接的变化,对不对? 好,是马丁,接的变化。 好,第二个,这个工作是王芳帮我, 怎么样? 介绍的,对不对? 我想请他吃饭。 这个工作是王芳帮我介绍的, 我想请他吃饭。 好,非常棒。 那下面,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是二十岁的数量家的时候, 对不对? 好,非常棒。 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是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书的。 好,下面, 我是六岁开始打篮球的, 我怎么样喜欢呀? 非常,是不是? 非常喜欢打篮球。 好,我们完成了这个单词和课文的学习。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我们的语音pronunciation的学习。 好,第一个,句子的语法重音。 句子的语法重音。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首先,在不表示特殊的思想和感情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语法结构的特点呢, 我们把句子的某些部分重读到。 This kind of stress is called syntactic stress, 叫做语法重音。 叫做语法重音。 把句子的某些部分重读的, 叫语法重音。 那么它的positions是比较固定的。 Which often appears at fixed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有三种情况。 好,在这里啊, 我们是有三种情况的。 Three situations。 畏语中毒。 Stressing in the predict. 好,不语中毒。 Stressing in complement. 还有定语中毒。 最后一个是状语中毒。 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学习啊。 一个一个的来学习。 好,那么第一个。 跟我一起来读啊。 我们这里还是有一个skills。 我们读到重音的时候。 When we are reading the stress and pronunciation。 我们点一下头好不好。 点一下头。 好,跟我一起来啊。 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好,那么第一个。 我怎么样。 自己来读一下。 这里。 我学习汉语。 我学习汉语。 感受一下这个重音。 感受一下这个重音。 Feel that's the stress pronunciation. 我学习汉语。 好,第二个。 他哥哥是。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好,可以感受得到吗? 感受得到吗?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好,第三个。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诶,这里。 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诶,是不是这样我们。 诶,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语法的重音。 诶,在谓语上。 诶,在谓语上。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学习汉语。 他哥哥是一名医生。 诶,是不是表示强调他的哥哥是一名医生。 I emphasize that his brother is a doctor. 是一名医生。 好,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诶,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 诶,好,非常棒。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补语中毒。 Strengthing the compliment. 补语中毒。 好,我们一起来看啊。 也是一定要跟我一起来。 点头,我们一起来读。 NOT and reading. OK,好。 好,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好。 第二个。 好,这里啊。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好,第二个。 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好。 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诶,不错。 好,我们就用这个skills这个方法。 好,下面。 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 诶,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 好,非常棒。 那我们一起再来最后读一遍。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 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诶,不错。 好,棒。 诶,下面最后一个。 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 诶,不错。 诶,大家都非常棒。 诶,不错。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characters。 好,第一个。 诶,我们也是一定要伸出你的食指fingers in the air with belly. OK? OK, let's go on together. 好,第一个是什么呀? 竖题。 诶,这里。 竖题。 好,我们一起来写一遍。 竖题。 好,我们再来一遍。 竖题。 诶,好,不错。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竖题。 诶,好,非常棒。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example characters。 是什么样子的。 好,我把它放大。 好,我把它放大。 好,第一个。 长。 诶,是不是我们刚才学过了? 长。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竖题。 竖题呢? 竖题在哪里? 在这里,对不对? 好,我们来写一下。 竖题。 诶,我们再来写一下。 竖题。 诶,好,非常棒。 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字啊。 还有一个demo character。 我们再来写一下。 是什么? 民。 民。 啊,people。 民。 民。 是人民。 哎,people。 人民。 啊,maybe the pronunciation is difficult for you. 民。 哎,好,我们看一下竖题在哪里。 是不是。 啊,you need to find. 好,我们找一下这个竖题啊。 来,换一个红色的。 这里。 竖题,对不对? 哎,好,非常简单啊。 好,我们再来写一遍。 竖题。 哎,好,不错。 好,那么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啊。 是什么? 竖折折勾。 哎,在这里呢? 第二个。 好,我们一起来伸出你的右手啊。 一定要,一定要,我们一起来写一下才知道。 好,我们一起来写。 竖折折勾。 哎,好,我们慢一点啊。 竖折折勾。 哎,好,非常不错。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遍。 竖折折勾。 哎,好,非常棒。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example characters啊。 它是怎么样子的。 好,在这里。 一个。 马。 马。 哎,那它的这个竖折折勾在哪里啊? 哎,你们来自己写一下。 哎,是不是也很简单。 在这里。 哎,我换成,换成红色的。 竖折折勾。 哎,是不是啊。 好,我们再来写一遍。 竖折折勾。 哎,好,非常棒。 哎,好,非常棒。 好,我们还有一个字。 是什么? 写,对不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写啊。 写字。 哎,写字的写。 写字的写。 Right,OK。 Right,写字。 好,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竖折折勾在哪里呢? 哎,大家自己先找一下这个竖折折勾。 哎,我们一起来写啊。 竖折折勾。 哎,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写一遍。 竖折折勾。 哎,好,非常棒。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汉字。 好,那么我们下面还有 啊,the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s。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 哎,两。 他这里,大家看这里。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 啊,这个叫 Like a york. Like a york, right? In ancient Chinese, like a york. 像一个马。 脖子上面的一个器具和一对马鞍好。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两。 哎,two。 还是double,双两。 哎,两。 哎,两。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它是怎么写的啊。 好,我们一起伸,伸出这个右手,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 好,第一个。 横。 哎,竖。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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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勾。 好。 且。 哎,且。 那。 好。 还是一个。 且。 那。 好。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两。 那么我们经常说什么? 两个,对不对? 哎,two。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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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 Two fingers。 两个。 哎,两。 两个。 两个人。 哎,two people。 两个人。 好。 啊,后面我们还会学习到。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写一遍吧。 哎。 哎。 横。 树。 横。 折。 钩。 铁。 那。 哎,且。 那。 好。 非常棒。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吧。 来看第二个。 哎,第二个是。 乐。 哎。 这个字呢, This character has two pronunciation. Two pronunciation. The first one is 乐。 哎,音乐。 Music. 音乐。 好。 那么还有一个。 Another pronunciation. It's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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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 嗯。 Happy, right。 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乐呀。 它在中国古代, In ancient Chinese. Look like 一个乐器。 一个instrument。 Instrument。 Or music.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顺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好。 好。 这里。 撇。 竖。 折。 哎。 竖。 钩。 点。 哎。 这边再一个。 那。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啊。 啊。 撇。 哎。 竖。 横。 折。 竖。 钩。 哎。 写。 那。 好。 非常棒。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 长。 哎。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看。 啊。 看这里啊。 看这里。 长。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an old person holding a walking stick. 哎。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也是同样的一个。 还是什么啊。 记得吗? 是什么? 知。 对不对?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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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 啊。 它的最开始。 啊。 它也是。 像一个人煮着一个拐杖。 哎。 就是。 啊。 啊。 我们可以说年长的。 Express an old man。 年长的。 He's too old. 年长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 哎。 长。 赖。 长度。 长。 哎。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笔顺。 好。 一起来写。 写。 啊。 撇。 红。 竖。 提。 哎。 撇。 哎。 我们一起来写一遍。 啊。 撇。 撇。 啊。 红。 竖。 提。 哎。 撇。 啊。 那。 好。 好。 啊。 我们下面。 啊。 学习完了这些。 哎。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是。 啊。 汉字。 偏旁。 撕。 和竖心。 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吧。 第一个。 脚丝旁。 撕。 撕。 撕呢。 Is usually related to stilk in ancient Chinese. 啊。 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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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子啊。 例子。 好。 第一个。 哎。 这里。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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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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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哎。 我给你一个礼物。 I give you a gift. 我给你一个苹果。 我给你一个苹果。 我给你一支笔。 笔。 记得吗? 我给你一支笔。 好。 那么下面, 还有一个。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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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ie, to knot。 截。 打截。 对不对? 中国节。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节。 中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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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棒。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下一个啊。 第二个。 树心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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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用红色的 忙 忙 busy, right? we learned it 好,这里 树心旁 这里就是树心旁 忙 好,第二个是什么呢? 快 quick, fast 快也是树心旁的 这里 快 也是树心旁 好,记住这个树心旁 是和心理有关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完了 今天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来rehearsal一下 好,那么第一个我们学了什么 第一个就是 是什么什么的 是什么什么的 empha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好,这个笔是我的 这个笔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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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你的 这本书是你的 好,非常棒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个就是加了一个不 对不对 这本书不是你的 这本书不是你的 好,我们还学了什么 表示时间什么的时候 好,晚上的时候 even evening 早上的时候 我二十岁的时候 好,非常棒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动词verb加时间 我吃饭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verb, right 好,我们还学习了什么 已经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你已经学会汉语了 好,我们还学习了这个 重音 and not not and read not read 好,我学习汉语 你今天真棒 好,那么最后 我们学习了这个 竖题和竖折折钩 回去大家一定要练习 竖题 竖折折钩 好,大家一定要练习 那么下面还学习了 component characters 两 两 对不对 好,像一个马鞍 像一个马鞍 我们还学习了 乐 乐和乐 就有pronunciations 乐和乐 还有这个 长和长 好 下面呢 最后学习了一个脚丝旁 和竖心旁 一定要记住 大家回去 一定要多多练习 前几节课的内容 加在一起 我们一起 一起复习 好不好 好,那么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下次课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